一张踏入蛇连 先祝大家身体健康蛇连进步 不少信众去到黄大仙慈 准备踏入凌晨凌时上头珠香 我们跟在那里的陈亮君聊一下 历年来对于上头珠香的时间 都有不同的说法 没错 其实上头珠香 根据农历历法来说 应该指示上 即是说夜晚的11点钟 至凌晨1点钟 都是属于指示的时段 所以其实有不同的信众 都会选择不同的时段 有些会在夜晚11点钟 开始装头珠香 有些会等到 凌晨12点钟 就是装头珠香 其实在《色识圈黄大仙前》 刚才一个小时前 已经有大批信众 装了头珠香 现在正在等待 第二批信众 装头珠香 不过这里的工作人员 都呼吁了 因为其实人太多 所以他们装完香之后 最好都不要停留在这里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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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着上头珠香 很多人在这里 要安全 谢谢 谢谢 尽快 王大仙慈 迫满信众 好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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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心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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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九支善香 不要带大型製品 新一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愿望 很多人都在这里 公司生意好 我们就自然得益 希望每个人买到楼买到奶粉 未来一年都是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钱是找不完的 大家开心心 香港和谐一点 王大仙慈年29晚会通宵开放 新春期间也会延长开放时间 属蛇的人初二可以免费进去太岁源神殿 原方预计年29至年初一 有12至13万人次去到王大仙慈 整个新春期间就会有67万人次 和去年差不多 就算是来到凌晨12点钟 仍然香火鼎盛 很多的信众都来到王大仙慈 争上投注香 除了中国人之外 这些节日都吸引不少外国人来到 我们刚才都跟一些外国游客聊过 他们说第一次来到王大仙慈 过农历新年 上投注香的感觉都挺有趣的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传统的节日 我们也要加上一些创新的科技 因为王大仙慈今年都首创了 在池里面 就会有一些无线免费上网 也准备了一些手机应用程式 是给市民下载的 他们下载了这个程式之后 就可以看到王大仙慈里面的一些景点资讯 我们看着现实型的情况 先将时辰交给新闻报 谢谢 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连销市场 越夜越热闹 祝贵老 尽体健康 万事盛严 整个围园年销市场 都见到这位主角 蛇 有大学生摆摆的摊档 买入500只蛇型公仔 销情理想 一早已经卖得七七八百 我们蛇可以做蓝枕 做颈枯 不同的用法都有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 很特色 所以想买 价钱因为我们越来越少货 所以怎样会加回这价 希望最后 虽然我们加价 都买得完整个货 蛇型吹气劍 亦都有捧场客 咱们买货了 咱们买货了 除了干货区迫满了人 不少人亦都在吃过团年饭之后 到年宵算够年花 我们传统中国人 应该要买点花回去的 但是有卖水仙花的当主 就担心滞销 因为天气变暖 尤其是这两三天 太阳晒下来 热一热 令花组开了 还有人看下去 因为想买回家开 这里开了花觉得不漂亮 所以就弄了很多 原本400至500元一盘的水仙 减价近一半 还不排除要再减 有花档就调整销售策略 令到摊位旺丁又旺财 我们小盆的就多了 例如有一两只盆 反正大盆就会买少一点 几千元的就买少一点 维园就有很多年轻的 或者OL行的 那些OL放在家 或者公司 那些小盆是适合一点的 新年不少人都会买回风车 想走个大运 好像这些桃花风车 就特别受女士欢迎 当主说不少人买它们 都是想增加人缘 和走个桃花运 Halloween Halloween 另外有卖怀旧小食的摊位说 部分高点已经卖断货 无线电视机者龙惠鱼报导 跟在维园的龙惠鱼聊聊 到这边的消市场 摊宕午夜之后会减价 今年情况又如何 其实我们常常去维园这一岛 i1的时候比较多人买一些 食物、玩具和零食 现在到了晚点的时间 就看到比较多人买一些莲花 其实都可以看到 就是爆发原因 一些花档 就是它已经开始减价促销了 究竟减价减得几厉 譬如好像是几百元一盘的金吉 现在88元就已经有交易了 至于大大堆的公花 10元都有两支 刚才我们也提到 水仙也是提早减价 现在百多元都有一盘 刚才跟部分花档的档主聊过 他们说看到部分市民 都是不断地在他们的档位里兜圈 其实他们早就看中了心头号 只是等到那盘花 就是减价减多一点 究竟这些档主会否减多一点 他们就说要先看清楚 因为再减的话 他们都怕不能够回到成本 所以就会再看清楚才决定 在卫影的报道 先交给新闻报 好 谢谢 而花区店主亦忙过不停 有店主表示今年销情理想 入夜之后的花区越来越多人 花香处处 不少人吃过团年饭之后 才出来买年花 打算收拾货 下午也有不少人来买花 希望新一年花开富贵 拿花很耳朵 刚才有女人说 你杀价杀得很厉害 这个年饭百多元 哪里赶到六十八元 是啊 现在早点来买就漂亮点 晚上黑就看不到 富贵子 还有呢 这些是剑蘭 为什么 为什么 富贵子 三个儿子就很聪明 富贵子 有花店就入多了 好像剑蘭 蝴蝶 这两个花 贪花期长一些 可能会教授市民欢迎 也有花店 看准情人节族就来到 顺势吸引一些情人 可以买花给他们的伴侣 花店店主忙过不停 希望最后冲刺 过年之前赚多些 又说今年来货价升了 所以入货比较审慎 估计不会减价 货源一多了 变成了最后 很多人喜欢年三十晚 年二十九来收拾货 所以形成有些商户 就会蚀本 所以今年你看看 很多好计划 估计自己卖得到 一百宅就卖一百百宅 他说今年销情理想 估计全货都可以卖清 无线电视记者 李君牙不答